来看到新北市中和原山路 37-11号的空地 这原本是军方用地 在军方吸引之后就荒废了 而新北市议员就提案 可以规划为特色的篮球场 吸引年轻学子前来打篮球 也活化周边的商业活动 与辉瑶地区的土地利用 空旷的篮球场没人打篮球 篮球架就成了居民的晒被架 位于中和原山路 37-11号的空地 原为军事用地 军方迁移后荒废多年 新北市议员金锐龙提案 规划为特色篮球场 吸引更多人前来辉瑶地区 因为他设备比较简陋 那我想说这个闲置的篮球场 就是说我们把它做成一个特色篮球场 来吸引年轻人在这边来尽情 发挥他自己的体力 而且来做一些适当的活动 而且来做一个非常有特色的 有活力的篮球场 以往因为军事限界 以至于当地没有重大建设 土地无法有效利用 目前周围多为农地或工厂 议员期望利用特色篮球场 活化周围商业活动 从化以后 那我们这边的人口数 虽然很少 但是工厂很多 而且来往经过的 比如包括在原山路的一些居民 还有云通路居民 都会时常都会经过这边 那我想说把这个闲置地点 这个做成一个特色篮球场 可以让活化这个土地 而且可以供左右在原通路 还有原山路这边的居民 那一些年轻朋友 来做使用 议员规划将特色篮球场的地平 由中和区学校学生设计 除了增加学生实作经验 也顺便为篮球场做宣传 让更多年轻学子前来运动休闲 然后再次进行